欢迎收看全民开讲 良心做事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 台湾还有酷刑存在 7月13日由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 台湾总会等20多个民团共同举办 太极门冤案平反15周年论坛 从两公约国际审查及修法等 审视我国法税人权之落实 以太极门案例为例论坛 学者专家指出 太极门案件制造者已违反酷刑公约 政府应有认错的勇气 行政机关更应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条规定 撤销违法行政处判 呼吁政府赶快平反此人权指标性案例 东吴大学法学院系专任客座教授 葛克昌表示 违反人权主要是从公权力开始 我国虽定有两公约施行法 法官却很少用 两公约第一次国家报告 国际审查结论信意见指出 欠税达一定程度会被限制出境 与公正公约第12条的保障有所违背 且计政机关经常都不具理由 竟然很多法官也支持 葛克昌指出 税法是宪法的一部分 要用宪法思维模式 代替行政法思维模式 法官也要担任保障人权的守门员角色 对纳税人有利没有注意 就是违法 应该撤销 前驻法代表 中法比瑞文化经济协会理事 吕庆龙表示 法国是真正落实民主的国家 检察官的独立威权 获得人民尊重 行政立法 司法部门相互尊重 运作顺畅 法国也落实公民与法律教育 并培养孩子正确价值观 身为资深大使 吕庆龙表示 太极门透过各项活动 让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国家形象 有更正确的了解 然而 对于太极门案件 行政部门 税务机关 竟可以这样硬撑下去到现在 他相当感叹并指出 政府如果有过错 没有认错的勇气 就不会走得很顺畅 近年来 税灾案件平传 税务官司或税务上的问题 困扰民众 却因法条内容繁复而求助无门 纳税者权力保护法 106年底 风风光光的上路后 人民莫不应切期待 得到更多的名副其实的保护 已故前财政部长许余泽的 克税名言 调谈税务人权就不用克税了 因而 台湾岛上 税奴杯歌 一再上演着 正令人心碎 接着 我们来看一件案例 外公死后才出生 一岁女婴遭追讨两万白兆税 高雄有位卢小姐的父亲 离家多年 两年多前过世 她与兄弟姐妹 为了避免被追债 已经办好抛弃继承 但 最近她一岁一个月的女儿 竟然被追讨 父亲名下汽车的 使用白兆税 理由是 虽然她的父亲过世时 女儿还未出生 但 当时已在腹中 因此享有继承权 卢小姐说 我爸爸那时候过世 我连我自己 都不知道我怀孕 追税 很扯 真的 高雄税捐集资处 医民法 第六条 第七条 向一岁多 小女婴追税 祖密 李青阳说 我们有核算一下 蔡小妹 在胎儿期间 所以 我们就先通知她 让这位年轻的妈妈 非常无言 全民不可不知 依民法第七条 个人利益之保护 对母亲 父中胎儿 视为出身 必须以 保护 其个人利益 为前提 且民法第1153条 第一项规定 继承人对于 被继承人之债务 以继承所得 遗产为限 国税局 必须先查证 蔡小妹妹 是否有 继承遗产 之所得 如有 使得要求 其付连带责任 如无 蔡小妹妹 既然无 继承遗产 之所得 则无负担 被继承人 债务之责任 国税局 未先查证 继承的事实 及范围 却要求 人民办理 抛计继承的 法律程序 是无理要求人民 做法律 未规定的事 亦为 违法之行政作为 本件 违反行政执行法 第三条 公平合理原则 执行署 对年幼儿童 追讨遗产税 执行方法 以达不择手段 地步 拆解利用公权力 暴力瞌睡 滥权执行等 共犯结构 实以刻不容缓 为政者要有良心 有良心才有爱 才会有人权观念 才会有良政与良能 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让人民享受 安居乐业的生活 如果执政者没有良心 就会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 1996年 台北地检署 侯宽人检察官 用复实的检举黑函 误导媒体抹黑太极门 信经司法 一二审 法官抽丝拨检 讲求证据法则 三审确定无罪 无欠税 没想到 国税局却认为 法院判的不算 仍然开出巨额税单 继续淋虐太极门师徒 对太极门人而言 就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户刑 二二八事件 发生在1947年的时期 而太极门假案 发生在解言之后 虽然国际间称颂 台湾是亚洲民主的灯塔和典范 但是我们的官员的心态 仍旧处在后警种时代 导致社会上持续发生 以威权余毒的手段 迫害人权事件 让人民痛苦难言 太极门的税务案件 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案子 太极门从55年成立到现在 从来就没有要缴税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产生就六个年度的税单 就是当初活宽人的刑事冤案的迫害 国税局的发单课税 也是依照活宽人滥权违法的起诉书 照抄里面的内容 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调查 就发单课税了 所以他当初一共发出了六个年度的税单 可是这六个年度的税单 到今天经过刑事法院三审的判决确定 经过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确定 都已经认定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包括行政院100年12月9号 达成的跨部会协议 要求国税局 要求财政部去就太极门的所得性质做调查 他公告调查的结果 也百分之百都说禁私礼是正语 所以说不管是从国税局的实质调查的结果 从法院的判决确定的结果 太极门都是师徒关系 禁私礼都是正语的地址的禁私礼 不是补习班学费 所以太极门根本就没有税单 也没有纳税的问题 所以说这81年度的这张税单 也是错误违法的 很简单嘛 他那时候依照起诉书 发出了六个年度的税单 他五个年度的税单都更正为零了 那怎么会只有81年度的税单 不用更正为零了 他80也更正为零了 82 83 84 85也更正为零了 为什么夹在中间的81突然不用更正为零 所以换句话说81 他那个税单当初也是错的 那现在已经做出正确决定 用撤销更正为零了 81就更不应该存在啊 对不对 那即使说他有一个法院的判决存在的话 那也是一个枉法裁判啊 因为他认定事实错误嘛 他把太极门当作是补习班嘛 用补习班的成本税率 来对太极门发单课税嘛 所以这个认定事实错误 这个适用法律就错误嘛 所以这个法院的判决也是一个枉法裁判啊 那枉法裁判怎么可以执行 这个就当你明明知道说这个死刑犯 这个判决是冤案 你还硬要把人家抓去枪毙的道理是一样的啊 你不帮他平反 你国家就有错了 你国家还错上加错 还把人家杀了 那这个不是国家杀人这是什么 那换句话之后一样啊 你国税局让开税单 他自己都承认税单开错了 你国家的判决 也认为说是一个冤案 也给人家愿意赔偿了 那你现在还硬要执行人家的财产 那跟公然抢劫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说 81年度的这个税单 中区国税局应该要依照税捐地址政法第40条 主动撤回执行 而且这样的一个滥权违法的税单 行政执行署身为法务部最高的国家的法律解释机关 他有权利 他也应该要去停止这个违法税单的执行 所以这个税单不能够执行 这个税单也应该要撤回 地址包红包 净思礼 这个是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个地址对师傅的尊重 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个被拿来瞌睡的 中华武术协会 气功协会 还有台北市国术会 在92年10月间也曾经发行公开声明 本会所属的团体会员 从没有因为地址证于 净思礼而被税捐机关 课征税捐的事情 国税局这一次这个事件 对太极门瞌睡 已经严重地侮辱到全国的气功武术 传统国术的团体 苦苦纠缠一个 司法判决监察院最高行政法 都说没问题 都说没问题 你们的税单一再复活 早监察官 更互不起诉 现在发现没问题 没问题 代表什么 代表当初是 我们这些所有 这些所提供的税务资料 是骗人的 就是假的 你们可以到监察院的网站去看看 我有七点的纠正 每一个纠正的时候 国税局就说 我们弄错了 我在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跟财政部长讲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了 经过 我们的 这个司法体系的刑事的审查 都已经确认出 禁私礼 是属于正义 而不是守得 就没有所谓的 守得税的问题 经过法院刑事案件裁判 确定所认定的事实 行政机关没有理由 不加以引用 台湾自2009年 签署两公约 迄今已经13年 政府每四年一次 邀请来台的国据审查 都一直在提醒台湾政府 民主的争议 就是把人民的权力放在第一 不可把人民的声音 与需求 置若罔闻 甚至以暴力消灭 人民是肉作的 禁不起国家机器的酷刑对待 我们在此呼吁司法机关的官员们 一定要面对问题 不可辜负人民对你们的期望 不要再错失 改变向好向善的机会 让台湾成为民服其实的民主国家 坚持真相启示录 我们下周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